我們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HERA療癒室級的療癒師HERA 哈囉 你好 HERA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HERA療癒室級品牌 大概成立多久了嗎? 它成立有半年的時間 喔 半年的時間 OK 那你本來就是在接觸這一些金工設計跟水晶的人嗎? 喔 沒有 不是 OK 所以其實跟你的本業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完全不一樣 OK 很妙耶 那你是什麼契機下會接觸到這一塊? 什麼契機喔? 可能就是 由我老師帶領 尤其是我兩個老師 OK 慢慢的走上了水晶之路 嗯 這樣子 OK 當初我其實蠻好奇的就是 比如說像你剛剛有提及到有兩位老師 那這兩位老師他們主要是專攻哪一塊療癒的? 他們都是算塔羅占卜為主的 那當然有 第一個他是也是有 喔 研究就是水晶類相關的也有 OK 所以你當初會認識他們是因為當時人生有遇到一些難題嗎? 算是吧 我第一個他 第一個老師是我的同事 喔 OK 那時候在台南的時候認識他了 然後回來之後因為我們也認識蠻久了 然後再加上說其實他教我很多就是人生有關的 一些方向啊 之意他給了我蠻多協助的啦 然後後來因為他其實自己本身有在接觸市集 所以我在走市集的時候我有一些事情我都會 喔 會詢問他 嗯 所以還是我走上市集的一個開端這樣子 算是引路人 OK 那第二個老師是在什麼時間點在接觸到的? 他也是我在市集上認識的 就是我覺得是蠻特別的緣分 因為再加上說他是台北人 其實一般來講 跟台中其實我們不太接觸的到 可是因為就是他剛好有來市集擺攤 然後我們就認識 然後後面我們就是接觸的比較多 然後他就有教我一些 可能怎麼走怎麼做 或者是對待 對待顧客的部分 我們要用心啊用愛之類的 去針對說客人的需求 給他一些方向或建議這樣子 然後我才就是 我的事業就是蠻順利的這樣子 就是有他的引導啦 OK 好 那你自己覺得說創業到現在 你覺得 比較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比較困難嗎? 啊我想到了 OK 就是我英文比較爛 可是因為我跑台北唱 然後我還是會接觸到外國客人 所以 所以就是語言上的 我比較沒有辦法跟他們溝通 但是我也會很努力就是 用翻譯機 或是用很破的英文跟他們溝通 因為尤其是水晶可能有一些 好比如說我們知道水晶可能是Crystal 可是我可能沒有辦法 每一個我都講出它是什麼Crystal 然後它是什麼功用 然後 這些 你說 連結感應這一些 好像就是比較專有名詞的東西 你很難去跟他們溝通 對因為這很難 OK 就會 所以我目前為止 我只有成交一組韓國人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 我覺得 應該說 外國人是想要來買 他如果說真的喜歡的話 他會耐心聽你講 如果說今天沒有的話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 我做水晶這部分 其實我也是講求 緣分 你有演員 你有喜歡 OK 那我們就成交 沒有也沒有關係 我是以這種心態 然後你幫助人心態下去 下去做 這樣子 是 OK 然後我還蠻好奇就是 一開始你沒有接觸過 像這些視頻設計 然後也沒有接觸過水晶 那在執行生產 產品這一塊會不會蠻困難的 應該 還好 目前已經克服了 對對對 都是靠自己摸索啊 之類的 OK 那你可以大概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 像這一個 很像項鍊的這個 它是一個什麼的 產品 他就是 零擺 OK 他其實是可以跟他互動 第一眼的話 我都會跟我客人講說 你就是先學一條你喜歡的 那 拿起來呢 我們就是可以跟他互動 你可以先跟他講一下 你是誰 然後引導他說 既然我蠻喜歡你的 我想要帶你回家 那你可以給我一點回憶嗎 你就可以自己設定方向 順時針 逆時針 前後所有都可以 那因為我家零擺他其實 他很有個性 他會自己找主人 OK 所以他有 也是有蠻多客人 就是接觸他的時候是沒有任何反應 是 那可能代表說 我的水仙就覺得說 我可能不喜歡 就是 不太想跟他回家 對 之類的 然後他就沒有反應 所以 很多客人 沒有成功帶走的例子 也有 對 所以我都跟客人說 沒關係我們就是水月 今天 我可以就是給你成交訂單 或者是 或者是就是給你結院的話 我都很高興 我可以綁住你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沒有成功的帶走他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因為這代表 可能是說 現階段沒有緣分 那不代表說我們 之後沒有緣分 那你都還是可以 回來啊 我們多跟他互動看看這樣子 OK OK 所以其實如果說水晶他 反應出來的 他是 不太喜歡的 那我們其實就 把他當成是一個長久經營 下一次 我們再互動看看 不一定 一定要當下 然後你也不太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你還要去 Push 客人說其實他沒有他 他覺得OK之類的 對 因為我其實我也不太喜歡就是 強迫推 因為有的可能犯錯 會當下跟你說 你一定要帶 可能我的水晶 他可能就鬧脾氣啊 你就帶他就喜歡你 我不會這樣子跟客人講 我跟客人說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可能沒有緣分 可是你下一次來 他說不定他就喜歡你 他就對你 所以我有很多客人 其實他就是來了兩三次 他成功帶他走的例子 也有 OK 這個東西其實就真的蠻講緣分的 對啊我覺得真的是緣分 那像 另外這邊的是水晶的手鍊對不對 對 而且你設計的很漂亮 就是搭配一些銀飾啊 然後跟一些 那應該是有點金的顏色 然後去搭配對不對 這個嗎 對啊 這個他大概就是一些 14K金的配件 下去做組成 然後裡面可能有 狼虎眼 太金 綠油零之類的去做一個組成 其實我會去 針對說客人想要的需求去做搭配 或者是你不想要的射掉 我也可以把你設計成你想要的樣子 會比較客製化一點點 會 所以我的水晶其實他都是 可以接受客製的 或是你覺得 我的成品 你喜歡 你也可以直接帶走 也有 那目前的話我現在 還有多接幾個案子 就是可能你自己有水晶了 但是你不知道 你想要他有一點設計感 或者是你的水晶買久了 他可能線啊 鬆脫之類的 也是有客人找我 那我也都是可以 根據說 我的設計理念 就是著收我的設計費 幫他去做修改的 也有 OK 了解 然後上 那個葫蘆的話是 這樣的葫蘆就是我 第二個老師的那個 算我的 招財的 法器 OK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們 畢竟做生意嘛 其實我覺得就像 只能跟我們 大家不是都會去請 一個什麼 經濟回來供奉他嗎 我覺得我老師的葫蘆就是 類似那個概念 嗯 他其實也很好照顧 而且 這個葫蘆他其實就是有經過 就是 老師就是 開光加持過 他沒有辦法就是 人家去碰 只有你專屬的 所以 如果說你今天 給人家碰 那可能 你的那個 招財的器 就會分到他身上 所以 他一定就是只能 自己帶的自己拿 喔 對對對 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還好我們剛剛沒有拿起來 對啊 所以 所以就是他 他就是只能 就是只能由我親自拿起來 這樣子 那其實 真的就是因為 有我老師這顆葫蘆之後 我的 市集其實 就做得很順利 而且真的 比我預期的 理想的目標還要更快達到 嗯 其實我覺得 就跟那個經濟的概念是一樣 但是他 比較好養 你不用給他水 不用給他什麼之類 你就放 對對對 然後有時候你就拿起來 搖搖搖他 喔 他聲音 很清脆很好聽 就我 我很喜歡這樣 OK 對啊 很有趣 OK這個是跟第二個 老師買的對不對 對啊 OK 那你有沒有一些比較 印象深刻的 客戶案例 比方說他買了你的水晶 他感受度怎麼樣的 回饋 可以跟我們分享 感受度 嗯 應該說我 我 客人 都覺得 我的水晶很神奇 還有 還有的是說 他一接觸到我的水晶的時候 就覺得 突然有一股 能量 就是湧 湧進他心裡 然後他瞬間感動了 也有這個客人 讓我印象蠻深刻的 因為其實他是 第一次有來 然後先感受一下水晶 但是他沒有買 他說他想要再逛一下 我說好啊 沒關係 他就 逛了一圈 真的又回來了 就說 就說 就只有我這攤的水晶能量 特別好 然後他說 他就特別想跟我買 這樣子 我說好啊 沒關係 對 然後他說說 就是 有一股能量 進入到他的體面 然後他就 瞬間就覺得說 他 就是 第一次 就是說 覺得水晶 帶給他 一種精神的慰藉 他就 很感動 然後我也很感謝 說因為我的水晶 可以幫助到他 這樣子 OK 就是 得到認同的時候 其實會蠻感動的 對啊 對啊 OK 那你自己覺得說 Hora 療癒市集這個品牌 跟其他的一些 也是走身心靈 飾品類的品牌 最大不同之處在哪裡 不同的地方是 我覺得 我比較多跟人家互動 因為 一般人講做身心靈的 可能就只是說 可能給他一些 建議或方向 可是我 我會藉由我的商品 去跟他說 我的商品也可以達到 一樣的效果 那當然同時 我也可以去鼓勵你 讓你說 給自己多一點信心 或者是藉由我的商品來 給你一些輔助 或者說 在你覺得說 你的狀況不太好 不太OK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些靈白 你去療癒你自己 你就會覺得說 你心情真的放鬆很多 OK 就是我覺得 我跟其他 市集比起來的話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了解 因為 因為其實做 這一類的 好像這幾年越來越多了 對 但我覺得大家 應該是說 有需求 才會有市場 那 大家想要去找尋 這樣子的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角色本身 它 穩定性也蠻 蠻重要的 比方說我們在跟 就像你在跟客戶互動 那你本身的情緒 跟你本身的狀態 它也要是很OK的 那客人才會感受到說 我先來HERA 然後來逛 然後我覺得HERA 給我一個很多的 正面的能量 然後又鼓勵到我 才可以起到作用 對不對 OK 那也想要問一下 HERA你自己對於這個品牌 或者是你個人的一些職業規劃 有沒有一些短中長期的目標 可以分享一下 目標的話 可能我會想要把我的水晶 當成我的正直去做 因為 我也很想要就是 很想要幫助更多的人 因為可能現在的人 可能對於工作啊 你還是會迷惘 你還是不知道說 自己適合做什麼 其實都有 所以另外一塊 我會去做占卜的原因 就是去幫助說 幫助你找到方向 你適合做什麼 之類的 所以就是 除了幫助更多人以外 我還想要 可能 會想要開工作室嗎 還是還好 工作室就是還在規劃 OK 我也想要就是有一個 可能蝦皮賣場之類的 先從網路的電商開始 對 很多客人其實都想要就是 也是有問我說有沒有賣場之類 我就說我沒辦法 因為畢竟 這個行業就是只有我一個人在經營 就是 就是 很多客人就想說哇我一個人好厲害 我可以從 就是經營粉撰到後面後台 跑到街地那什麼之類 都是我的親自上台 然後就說對我現在這個人力比較沒有辦法 對 那當然未來有機會 還是會 繼續服大家 OK 因為 真的是時間會比較有限啦 體力也有限 你看像你 住在台中 然後假日還要再去台北的市集 這一點就已經蠻辛苦了 對啊 那 也期待後面HERA用更多不同的心思 來跟我們見面 最後我想要請HERA就是 因為你目前還是斜槓 但是我覺得 就因為這個角色 因為這樣子的分配 我覺得才可以 更能夠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還在職場裡面 不知道怎麼辦 那 你自己可以給這一些創業者一些鼓勵嗎 可能他想要創業 但他有點 不太敢踏出那一步 我覺得 但是你就勇敢的去做吧 就是 因為有一些事情你不做了 你也不知道說 適不適合你自己 但是你做了你才知道說 哇他適合我 或是不適合我 所以我覺得每一件事情 如果說你 你真的你連做都沒有做 你都沒有去嘗試了 我覺得 就是一個 一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 你就勇敢踏出這一步 你克服心理的障礙 也許 你真的成功了 達到了你的理想 你會覺得你很有成就感 對 所以就是要做 踏入市集的一個 一個 心態 OK 沒有目標這樣子 因為HERA其實以前沒有想過說自己會做這件事情對不對 對啊 就是慢慢這樣子被引導的 然後 然後到現在才有真的覺得說 我好像原本就應該要做這件事情了 對 心情上就是差很多對不對 對 OK 那如果說大家想要購買 或者是有一些水晶問題 想要詢問的話 是可以到IG搜尋 HERA 療癒市集 然後也可以跟HERA聊聊天對不對 可以可以 OK 因為目前專訪到現在就是我覺得HERA是一個非常喜歡跟人互動的女生 然後也希望用他的這些作品 然後跟這些水晶來療癒大家的心 那我相信只要我們的心是希望人越來越好的 那我們的生意就可以做得很長久 那也祝福HERA 謝謝你 謝謝今天的分享 謝謝 感恩 謝謝